首先不配號8號 邱子軒 那賽前呢 有訪問到海神隊的邱子軒 我們來看一下 再稍早的一個訪問 不看起來要交給到阿修羅 但這一球被操走了 請令邱子軒 上升超難度 神的球迷也蠻多的 對 基本上是兩個城市 布隆帽給到籃底下 邱子軒轉身就是擦板得分 能不能過關 就看這場比賽的結果了 邱子軒 哇 誰給上籃 邱子軒很敢打 倒是德古拉來手 Bregman 給到邱子軒外行三分 哇 邱子軒來了 也沒有什麼問題 邱子軒 這次就想要三分再來一顆 哇 這個 inside out 整個還是一變喔 是 再度交給他 這球短了一點點 邱子軒這邊撲了出去 但裁判的哨音卻是響了 他一直說他沒有碰到 他 我們來看一下慢動作 但是 要看一下到底有沒有打到手 感覺好像沒有打畫面看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沒有打到手也沒打到球 那這個球會投到面包也蠻奇怪 那這得讓韓潔瑜 站上的罰球先來罰三球 來看一下他的把握度了 第一把罰進 韓潔瑜在過往罰球 只有11次的出手 三把都罰進 台剛令正式的逆轉 哇 這個犯規的哨音出現 那或許可能有批判 就是一個阻擋犯規喔 那基本上這一球不管怎麼樣 就是一個阻擋 形成了個人的第三次犯規 阿扯 邱子軒外圍的三次進 喔 還有要三分線喔 這只能三分線了 而 這只能三分線